恭喜王子欣入圍了台北好时尚第六届新锐设计师大奖 我想这个殊荣对子欣而言应该是非常的雀跃 因为你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对第一次参加然后入圍就觉得很感动 看到子欣的作品呢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灵感非常的有趣叫做涂鸦格格 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pattern 我这次pattern主题就是以格格为主题 因为格格是比较东方中国的公主或是比较皇室的题材 然后因为我希望把一些比较中国风 然后东方风味的东西还有传统的东西 跟现代的服装跟艺术融合在一起 然后色彩的部分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强烈大胆的泳色 冲击感比较大的色彩 因为我觉得普普风是刚好在当时那个年代 还是比较大胆创新然后又突破 也比较叛逆的一个代表名字 所以我自己在这些色彩上也觉得是比较可以凸显 我在服装那种大胆突破的然后叛逆的精神 所以我的主题跟色彩是这样子的结合 子欣是实践服装设计系毕业了是吗 对 从小就是希望能够念服装设计是你的第一梦想吗 还是人生一个误打误撞 有点算是误打误撞 因为刚开始我对画画是最有兴趣的 因为自己也是比较爱漂亮 然后觉得穿衣服什么的这些好像也很重要 所以开始从画画开始慢慢转移到自身的服装等等 然后后来才考虑也许可以考这个科系这样子 然后因为家庭也有比较艺术设计方面的辈子 你修了爸爸的日月经历 然后传承了妈妈继续在时尚的领域 对所以我想说好那既然这样我就试试这样子 因为毕竟资源也是不要浪费嘛 诶有道理不要浪费嘛 除了创作灵感之外 这次服装的主题是不是也有跟科技特别的结合 对我这次结合部分虽然说可能在服装本身上是看不到 但是因为我跟科技结合部分是说我如何在印花上面跟透过科技的方式去找到更深步 在印花上可以有比较大的突破 因为像传统的印花是用几方连续几方连续 它是一个很像碎花的概念 然后直接从这个布去做彩片然后做成衣服 但因为这一次我用一个3D软体 它在打板上面我可以直接从板片然后把它就是转成立体的虚拟影像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个布花我在虚拟的人物身上的时候 它的部位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那这样我之后要做成整片的布的时候 我在印刷会比较方便 可以直接达到就是我的彩片直接印出来 这样就不会有布花还要拆啊或剩下布的问题 在你的设计稿当中还有提到和漆漆和编织的合作 对漆漆的部分它比较特别是说 它以往漆漆是很硬的材质然后要一层一层上 那它这一次用漆漆的颜料去做很特殊的染色 所以它染出来的布料看起来是自然染的布料 但它同时包含漆漆有一部分可以比较硬的材质 可以去捏造形状 这一次也有把一些反光素材跟竹边一起编进去做成包包 然后我觉得因为竹边跟反光的东西是很像是一个象征传统跟科技的结合 然后编在一起我觉得做成这次的包包 就是配件上面我觉得这样会跟我的主题蛮搭 时尚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呢 应该是说时尚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你选择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过 你想要用光鲜亮丽过也是每一天 开心过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把自己穿得很好看 然后可以用很光彩的心情去面对每一天的话 这就是时尚跟生活是结合的 紫星真的是传统与创新的最佳融合 人小志气高还很年轻 好在这里先恭喜紫星入围了 那基本上在总决赛当中一定要多加努力 希望我们大放一彩咯 恭喜恭喜 加油 谢谢